IC梦想家 忘记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那种感觉 那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好 那所以呢 这个科技本身 它不会去淘汰掉一些真正的 具有强烈的 不管是分享 或是说影视感动的那种经验 它同时反而会带来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过去美好的这些技术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 很多过去曾经有过的 台湾电影的荣耀 其实会回到我们的眼前 不用讲 其实主席大哥会经历过那一场 台湾的新浪潮电影的时代 台湾几乎在国际的各个大的奖项当中 都是无数的得奖的 这些呢 其实现在我认为对于年轻的时代来说 都是一些 他们可能无缘在剑 但是透过我们影视中心的努力 其实未来都可以一个一个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除了一下胡金泉 我们刚刚讲到像是侯孝琴 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到 也是一个大师级的 是李汉祥 李汉祥的电影 我只记得他那时候好大牌 好大牌 好大牌 他拍过好多好多电影 对不对 有哪些啊 明年 就是梁山伯宇族音台 问世六十周年 哇 当年这部电影大街小巷 谁不会唱 大扮牛 开始到带头了 对不对 从十八香松一路唱到所谓的楼台会 嗯 里面多少的传奇 多少人风靡 林波的女扮男装 当年的金马甲还非常尴尬 嗯 不晓得该搬男主角角 谁还是女主角 给他一个特别表演奖 那类似这个方式 六十年前 这股黄霉调的热潮 就是李汉祥导演所带动起来的 而且他在1965年来到了台湾 判离的那时候的哨子公司 在台湾开创的国联影业 嗯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 那那四年确实把他所熟悉的 香港电影的制片的技术 工业的规模 带到了台湾来 彻底呢 刺激了台湾的电影工作者 变成了原本的在土地上的工作者的 相互的良性的竞争 嗯 他也培养了非常多的人 甚至他也因为 跟当时的国民党的 所谓的文化 他的所谓的领导单位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于是呢 动员了国君的 大概上万的人次资源 他拍摄的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部 所谓的政策的历史剧片 叫做《西施》 《西施》 春秋战国时期 帮助岳王勾建 复活成功的 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 捧心的西施 对对 西施的捧心 西施捧心 那这里面 他有就是这部电影 谁演西施啊 江青 那位跳舞的舞蹈家 江青 当初的国联无奉的二姐 非常重要的一位演员 当初来演这个 不是大陆四人帮那个江青哦 是是是 然后在白沙湾搭建的 姑苏台 那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城池 让你看见了 那个吴王福财里面的宫殿 让你看见了 宇王庙底下的月王勾建的城堡 那那个历史上的 考据上的讲究是 他当年把在邵氏影城 所学到的这些美工设计底下 让你看见的一些精彩的细节 都逐一呈现出来 所以呢 这部影片我们已经修复了 修复了会在今年的金马奖 做特别的放映 然后在年底的我们的 年底会在国家影视第一中心 重新放映出来给大家看见 但是呢 比较遗憾的是 这部影片其实当初有 四个小时长 上下集四个小时长 但是呢 以前你四个小时啊 太吓人了 上下集喝起来四个小时 但是呢 我们目前修复的是 找比对的各种不同版本之后 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 所谓的长片的修复 因为有部分的底片 还在香港的电影资料馆 我们期待在将来 如果能够跟现在的版权人 取得一致的协议 把当年国联影片公司 在台湾所拍摄那四年底下 所完成的将近三十部影片 都能够引回到台湾来 我们进行重新数位化修复之后 它可以使得1960年代的台湾电影历史 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情貌的中线 包括传说已久的 宋存寿寿导演是根据朱熹宁小说改编的破小时分 这部是宋存寿寿导演这辈子最精彩的作品 小说也非常精彩 就是一个穷家子弟好丰利混进的衙门 第一天要去上班那一天 全家大小清晨三点钟就在那边 拍手机好说我们终于有可以吃公家饭了 一进去之后才发觉其实是专门做构陷别人坏事的一个 就是你只能听人家使唤 这个黑暗的一个官僚世界 里面有非常多的残忍的所谓的官服的现行器 这电影非常的好看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影片一直落在国联公司 后来被破产之后交给了香港国泰 那一直没有办法取得版权无法修复 我们希望能够说服这个版权人 把当年这些在台湾拍摄的精彩电影回归到台湾来 台湾亚有一个那个时候的电影题材还蛮多元的 是包括琼瑶最早的电影《几度夕阳红》 也是那时候李翰相导演的国联公司所拍摄的 他四年三十多部算很量产 是是还有吴明氏当时非常著名的小说 《北极风情话》 《北极风情话》 《塔里的女人》 《塔里女人》这两部影片也是国联的经典 你看这老演到三峡所拍摄的东卵 龟雅雷所主演《天鹿丽雅》主演 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他可以把台湾的那个三峡的老街 拍得这么的有韵味 对我来讲 国联史 我都没看过这些电影 那时候你几岁啊 我十岁九岁吧 你真的在那时候都看过 是在后来看的 我都看过 你小时候都看过 我都记得 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 哇你真的是新天堂堂乐园 你们那个小孩子 那个头头 我爱她而且真的真的 里面所有的包括破小时 等等所有的细节 包括到时候 杨泉是男主角 我都记得 他去打屁股 他就假装一个陷害别人 你小时候有在上学吗 有 但是我都 你看那么多电影 里面所有细节 我都可以给你 鲁鼠家真主意说出来 女主角叫伍秀芳 然后呢 饿了三天 终于男人回来了 就给他一块马来糕吃 然后吃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馒头 他忙着在吃 男人已经在他身上 取得自己的欲望的满足 所以那也是早期我们对 人生细域爱情的故事的理解 以前那么开放吗 对 但是他就是一个镜头而已 我怎么有点蔡明亮的感觉了 非常非常震撼的 对我来讲都是 每个画面都有震撼的 启蒙的意义存在 我才跟你 才能够跟你这样 鲁鼠家真 真的是 组一细所成功 那如果这些影片都能够回到台湾 都能够重新修复 那那个残缺者四年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重新补回来 你知道吗 到现在 所谓的228纪念馆 在南海路的那个位置 其实最早是美国新闻处 在美国新闻处的前面旁边 就是国联公司的电影 它现在是一个停车场 没有人 没有在任何的建筑 就是一个空气的 废弃的一个停车场 当年是关进到台湾 非常重要的电影产业的起飞地 那个场景的描述 只有在杨德昌的 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小四 那个小男生 在剑中读书的小男生 可以平常跑去开电影 为什么会有这段故事 就是那个片场 就是国联公司的片场 杨德昌导演在念 剑中念夜间部的时候 其实就是常常会跑到旁边 去看电影 去看人家拍电影 所以电影的细节 就滋养了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成为一个大导演 对 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中 看见台湾的电影史 但是很多人在台湾 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就没有办法跟那个台湾 国联电影公司的历史 结合在一起 你现在都不在了 对 但是我们知道 不在有个国联饭店了 那国联饭店 跟这个有关吗 完全没关系的 但是你就了解 其实是很多的历史 是藏在影片的深处 那我能够把你一个拉住 就告诉你 小四会去的那个片场 甚至女主角小明 会去亮相那个地方 其实都跟国联电影公司 是有关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国联前面 还有一个台湾电影市片场 也在植物园旁边 所以那个时候 在南海学院的那个区块 其实也是台湾电影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生地 那这些历史的脉络跟原格 台北市政府 好像也没有人 特别去重建 这段历史的记忆 没有 这样讲 突然间想到 那个导演王正芳 有讲话 小时候住在植物园附近 讲到了一个制片场 他老师就是 他爸爸就是建宗老师 对 就是国语日报的副社长 对对对 那他也是在那边 或者他的第一次约会 大概也 但是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但是我们在讲 这段历史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影片 所以会知道这些可以串联在一起 对不起 南轩 这就是我的责任 我也负责把这些 失落的被遗忘的故事 逐一透过新的方式 逐一讲给大家听 所以呢 我其实非常幸福 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工作 是可以把 一辈子喜欢热爱的事情 能够透过 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我的热情吧 或者是我 可以 而且如浩瀚深邃般的脑容量 我觉得我去直接把你的脑容量 看看我可以插个什么硬碟 直接输送 我觉得这可能快一点 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些 就是往日时光的重剧 好那这里面 每次走过一些场景 我常常会有一些电影的影像 就浮现在我眼前 我也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跟你讲啊 你到八卦那个所谓到那个 我们现在到苗栗去看火焰山 去看这龙门客栈的拍摄场景的时候 你只有走过去 或者是你到已经消失的三亿车站 你就会发现小城故事 其实有很多场景 就在三亿车站拍摄的 然后呢 小城故事里面明明讲的是三亿 但是呢 有很多场景又是在鹿港拍摄的 那导演其实是把两个脑镇 重新重新混合在一起 截取他要的那些情况 小城故事的场景 所以你可以理解 我每到一个历史场景 像台湾场景一样 过去的电影的影像 都可以浮现在我眼前 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活在电影世界中的人 那你就听我来说电影故事 听我跟你分享 有过的电影场景 而且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字典 然后让我们的影视听中心 未来的更多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 不见得一定要跟蓝组卫聊天 但是就可以透过他所典藏的 跟他所修复的 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参加我们的规划 譬如我们现在做新电影 40周年的回复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多 过去你曾看见的电影 譬如说 最近最轰动的一部电影 叫做《稻草人》 大家都知道王同导演拍摄的 但是蓝组当年在1986年87年 你所看见的是国语版 但是实际上他所拍摄的时候 都是用台语发音 所以王同导演那时候 彩世后配音的时候 他也录了台语版 他台语版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部影片 透过中影已经完成的影像的修复 搭配上留下来的台语版的声片的声轨 把它变成台语版的修复片的时候 影像是新的 声音也是新的 让你重新看见 所有当年张伯周 卓胜利 文英 音音这些 还有李美照 对 还有杨贵妹这些演员 当年是用如何熟悉的母语 在诉说日治时期的 台湾农民的悲惨的实况 特别是在战争末期 家里的牛被牵去了 然后好不容易天下丢下一个炸弹 你想去换钱 结果只换到一缸子鱼回来 但是对他来讲 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那这里面多少的 因为用母语之后 这个电影其实前两天 我们在国影中心已经放映了 看完之后 它其实是非常热烈的鼓掌 因为语言活了 电影重新活了 当初强迫用在国语政策底下 只能用国语上映的一种困境 如今在还原母语的情形底下 得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重现之后 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的 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透过我们把片库底下的这些档案 重新找回来 给予还原它应该有的历史位置的时候 因为导演都做了这些事情 只是受限于当时政策 不能够原貌权限的时候 我们今天还原它 它最想做到的那个情形 从此让大家看见 包括台语版的桂花像 包括我们即将要推出的 油麻菜籽的原版 因为油麻菜籽从1983年放映之后 就从来没有在电视上亮过像 也没有发行过DVD 我们找到了张华坤先生授权之后 让这部影片可以在明年的母亲节 重新做商业发行放映 希望曾经有油麻菜籽命的 这些悲情的妇女们 可以看过影片 痛哭一场之后 找到更多更多生命重生的力量 我相信廖慧英原作者 廖慧英女士也很乐意来跟大家分享 台湾女性如何从当年早期的 重男轻女的环境底下 让这些女孩子各个都有 油麻菜籽命的悲情际遇 然后重新看见今天的女力觉醒之后 台湾的女权已经走到 什么样的场景跟境界 来对照台湾走过的那段岁月 这也是我们明年会以女性作为一个主题 陆续让大家看见台湾的女性 台湾的女作家们 这些曾经过去非常辉煌的这些创作 包括李昂导演 李昂作家所写的《沙夫》 这部影片我们也会在明年初 完成我们的修复版 让大家可以看见这些经典影片的重新出现 所以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 台湾它的文化是很多元的 有这么这么本土的以台语表现的 有从被岸大陆过来的 要呈现它的所谓的中国山水的大江大海的 有后来的新浪潮 受到西方的世界欧洲的一些影响的 所以其实如果就像你刚刚讲的 把这些事情都尽可能的还原到 当时的这个文化气氛当中 然后给它该要有的位置 然后呢拼图一个拼起来之后 哇我觉得光喜欢追剧的 光是追我们这个国家影视听中心的剧 就已经追到呢会不亦乐乎了 好今天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这个蓝组维在我们的现场来 跟我们聊这个那么有趣的话题 要支持台湾电影呢 就要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看 我们的这些妇科的修复的 这个电影呢来开始做起 进到这个蓝组维的脑袋里面 他脑袋里面的就是另一个世界 好非常谢谢 谢谢 期待大家继续支持影视听中心 谢谢 OK谢谢 拜拜 拜拜